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 什么能力很重要 但大多数人没有 诸多高赞回答中 都提到了一个词 自制力 所谓自制力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过 自制是一种秩序 是一种对快乐和欲望的控制 而生活中最可怕的 便是将自制力发挥到极致的人 真正自律的人 有多可怕 2020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人们措手不及 也打乱了很多人原本定好的新年计划 最近网上有个段子流传甚广 休了一个月长假后 复工第一天 坐在电脑前的我 想不起开机密码 全然忘了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 刚开始听到这句话时 只觉得有趣 可后来想想 能快速废掉一个人的 确实是舒适二字 昨天 和一位老友打电话叙旧时 他聊到了自己的焦虑和忐忑 前些日子 他所在的公司正式复工 可他连这好几天状态都很差 工作也频频出错 因而受到了领导的训斥 原来放假的那段时间 他日日通宵玩手机 白天又进入睡眠模式 长期作息不规律 导致他精神状态极差 工作后也难以恢复正常状态 聊到最后 他幡然醒悟般说道 果然 贪图享乐 终究需要更大的代价来偿还 他的话 令我深思许久 不禁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视频 是博主 余仔拍摄的Vlog 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 他也开始了线上办公的日常 从放下初期的刷新闻 追剧 打游戏 到后来的读书 写字 学习新技能 列出假期充实计划 他不过是意识到 与其心安理得地躺着 不如心安理得地提升自己 很赞同他在视频中说的一句话 剧永远追不完 游戏总有新版本 但今天的时间 过去就是过去了 真正自律的人有多可怕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假期 也不会因为任何突如其来的意外 而丢掉自我 永远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自律 与他们而言 不过是日复一日坚持的习惯 正如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所言 自由从何而来 从自信来 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 先学会克制自己 用严格的日程表控制生活 才能在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 其实大多时候 你的焦虑 往往都源于不够自律 自律者出众 不自律者出局 三月到了 2020年高考已经倒计时阶段 衡水一中学生的假期安排上了热搜 一名高三学生介绍 大家每天五点四时起床早读 网课一节不落 一天做八套题 作息时间和在校时一样 大家都说 这些高考考生不容易 生于非典 高考赶上了肺炎 但似乎这场疫情 并没有击退他们备战高考的决心 因为他们明白 你背不下来的书 有人能背下来 你不想做的题 有人比你做的更多 你拖到明天的事 总有人今天努力做完 那么抱歉 你想去的大学 也只能别人去上 你想过的人生 都将属于别人 时间是检验结果的最佳标准 而走到最后的 一定是高度自律的人 热播节目主持人大赛里 孔浩说过一句话 降薪 就是在重复的岁月里 对得起每一寸光阴 而自律到极致的人 就是将这份降薪 运用到了生活里的每一处角落 有人说 一个长假改变了所有 天天宅在家里 果然毁人不已 腐蚀灵魂的 就是这些吃和玩乐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你活得不快乐的原因 大概是 你总是间歇性 愁愁满志 持续性混吃等死 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 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 可以像蜘蛛一样懒 却无法像蜘蛛一样懒得心安理得 是的 闲下来的安逸 确实会让人迷茫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但也有人在这段安逸的时光里 找到了新的目标 以往厨艺欠佳的人 假期每天在网上学习烹饪技巧 如今已经可以做出一整桌美味的菜肴 想要减肥塑形的人 多日来坚持健身打卡 今天站在镜子前 都是焕然一新的模样 专业技能欠缺的人 充分利用时间查阅资料练习技能 复工后工作能力也更上一层 人们总喜欢将失败的原因 归为他人 常常认为毁掉自己的 是各种娱乐活动 但始终不肯承认 毁掉你的 就是你的不自律 做任何事 只要一鼓作气 关键时刻坚持下去 就能到终点 不坚持的话 只能停在半路上 改变自己 从自律开始 高度自律 从此刻开始 从有人问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 在最初是如何保护Facebook的创意的 为什么Facebook上线后 没有被其他公司抄走 看到一个很赞的回答写道 保护创意的最好办法 就是将其最好的执行 深以为然 执行力 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你若想拥有完美身材 就要坚持健身 注意饮食 你若想更加优秀 就要经常读书 拓展视野 你若想拥有美丽的外表 就要坚持护肤 提升气质 一位网友在减肥成功后 分享经验时说道 你想要做好一件事 一定要在做完今天的之后 记得再做第二天 坚持下去 你都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如此厉害 你想要的改变 没有从现在开始 就永远不会开始 作家斯蒂芬·盖斯 曾讲过他的亲身经历 他最初计划做 三十分钟俯卧成 却根本无法完成 然后他就改变计划 先做一个俯卧成试试 不出所料 轻松完成 但因为心理负担的减轻 其实他每次 不只做了一个俯卧成 久而久之 习惯养成了 即使没有到健身时间 他也会坚持做俯卧成 后来 他在写作方面 也运用这个办法 开始时每天写五十个字 日复一日的练习 让他写出了畅销书 微习惯 其实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凡事先做三分钟 再说自己能不能做到 海明威有句名言 优于过去并不高贵 真正的高贵 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如果要改变自己 就要从自律开始 高度自律 就应该把握好时间 从此刻开始 坚持去做一件事 记得以前看武侠小说时 里面总会提到 武功的最高境界就是 心中有刀 自律意识同理 控制好心中欲望的恶魔 将自制力刻进骨子里 才是真正的成功 当你做到了身体自律时 定能达到精神上的自由 很多人说 2020年的开端很难 也许正意味着 这一年都不会好过 但还有句话说 看到最黑的紫叶 还以为没前途了 其实黎明就在前头 而你现在需要的 就是做好自己 我赴当下 静待黎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a朋友ί đ coração 山上 人生本就无常 太多走平静的道路 本方失誘 去想想 至少一次曾感动自己 该明白的时候 总不想承认过去 有责任 不放弃 平凡人 不平凡意义 都只有走过 才知道坎坷 不过笑过 才明白生活 少一点倔强 少一点盘管 生命将会生活更多 情绪又爱过 才知道不舍 分过何过 才明白更多 多一点挥挤 多一点想让 会有更多美妙 跟你走过 也只不走过 才知道坎坷 不过笑过 才明白生活 少一点倔强 少一点盘管 生命将会生活更多 生命将会生活更多 每一秒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